有不少多才多艺出身部队的演员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国家 其中不乏佼佼者 还享受着国家证实及待遇 下面这七位就是非常杰出的例子 郭达郭达是著名的喜剧小品演员 演过不少电视剧 他幽默诽谐的表演 让郭达成为了春晚的常客 自93年开始 郭达更是连续十年登上春晚 搭当蔡宁表演了多部小品 成为总政话剧团演员 享受正师级待遇 七位正师级待遇的演员李佑斌李佑斌 1985年出道 速度了不少迎平形象 代表作有亮剑 闯关东 国门英雄 决战江桥等 大多都是军人的形象 他饰演的军人之所以那么活灵活现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他自身 也就是个一身正气的军人 如今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现实生活中的李佑斌 目前是国家一级演员 享受正师级待遇 七位正师级待遇的演员 陈鸿说起歌手陈董 1999年春晚上他与蔡国庆合唱的一首《长回家看看》 火遍了大江南北 他的歌声非常有词性 让人倍感亲切 但很少有人知道 陈鸿其实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演员 正师级海军大校七位正师级待遇的演员 颜学经 1972年2月7日生于吉林省辽园市东辽姐 毕业于吉林省戏曲学校 二人传表演艺术家 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 他上过许多次春 如今也是享受正师级的待遇 七位正师级待遇的演员 魏基安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猪游南村 共产党员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话剧团艺术指导 1976年 新疆军区话剧团在全国昭省 20岁的魏基安脱颖而出 成为烟台唯一一名被录取的学生 如今的魏基安已然是成功转型 逐渐成为那一名影视演员 他的小品香音 擦皮鞋 问路等一系列节目 都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 他不仅是国家一级演员 还享受正师级待遇 七位正师级待遇的演员 蔡国庆 蔡国庆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 那演艺界一路顺风顺水 更是春晚的常客 从1991年到2005年 12个年头都驻扎在春晚 搭档过陈红 梁勇琦等演员 当年一首365个祝福红了很多年 至今还在传唱 当然他的身份 是中国人民解放运总政歌舞团一级演员 享受正师级待遇 也是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客座教授 七位正师级待遇的演员 韩红 韩红闯大娱乐圈 这么些年 除了有一副好嗓子 为我们带来了不少动听的歌曲 更让人敬佩的是 他那颗热爱公益事业的心 2007年 他发起了 《爱心西荡行》等公益活动 2008年成立了 韩红爱心救援团队 2011年登上春晚演唱 《众里寻你》 2012年成立了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众里寻你》